明明是公益彩券行 警方找上門 卻發現了違法資料 原來這裡變成千讀站 遠景搜索一打開抽屜 就找到下注單 還有滿滿的千元大鈔 將近百萬現鈔 和一本又一本的存折 就藏在裡頭 而坐在一旁輪椅上的 則是彩券行成型老闆 53歲的他 自稱是公益彩券 經銷商工會理事長 卻掛羊頭賣狗肉 架設賭博網站 根據警方調查 成績男子聯合全台 34家彩券同業遷賭 把賭博網站 未裝成爆牌網站 規避查氣 以賠率高吸引賭客上門 他是利用台彩的網頁 是每五分鐘 做一個開獎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多次的開獎次數 也讓這個地下的遷賭 這個的賭客 他可以隨時都來做遷賭 新市局長時間搜證後 動員兩百名警力 共同搜索北中南據點 逮捕包括成績男子 在內的簽名主賢 另外彩券行負責人 加上員工27人到案 初步估計 今年一月至今 賭資就高達兩億元 獲利一千兩百萬 這回成績主賢身為公益彩券 理事長卻以合法掩護非法 被移送法辦外 恐怕經銷商的牌照 也全都得撤銷 記者SNG小組 台北報導 記者紙